今天独立在线跟大家一样邀请到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嘉峰 一起来跟我们连线 嘉峰你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样的议题 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是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事件 就是在昨天的21号早上教育部准备召开第五届跟第六届的新旧委员会传承的会议之前 台湾性别教育协会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 伴侣盟等等的团体 他们是来到教育部前面来召开记者会 他们是批评教育部不应该领选公开对性别弱势者发表歧视言论 对性别性倾向平等完全没有概念的学者来担任这样一个性别平等教育的委员 这些性别平等教育委员是怎么样领选产生的 根据教育部的说法 他们是由采纳各界的意见邀请各界不同的 不管是财经或是其他背景的学者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包括像法律啊或者是其他性别教育等等 这方面的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嘛 那这样子其实有某种的征询的过程 或是有某种的邀请的过程 那为什么这个同志团体或者是性别团体 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提出了什么样一些疑虑呢 因为在教育部这一次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领选 名单里面有几位学者的名单 同志团体是认为说是相当的不适人 因为其中包含了有中正大学的甄品杰教授 新竹教育大学的丁雪茵教授 跟台湾师范大学的燕罕文教授 这三位备受争议的基督徒教师 民间团体他们是认为说呢 其中甄品杰教授的他是财经背景跟法律的专业背景 他们并没有性别平等教育的知能 在2011年的时候呢 中正大学所举办的一场圣经跟法律的研讨会上面呢 曾敏捷教授是发表了 同志婚姻是人权吗 同性恋多数是性犯难者 这样的一个启示 同志的一个言论 所以另外一位丁水茵教授呢 则是在基督教的珍爱联盟的网站上面呢 他强烈主张说呢 他反对多元性别平等 所以民间团体他们是认为说呢 这样要来如何秉持公正的立场 来参与序别平等的这样一个委员会 所以刚刚是特别针对像燕海文教授 或者是曾教授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跟看法 另外还包括燕海文燕老师 他其实也长期的参与了 有关于性别教育的这些所谓的书籍的撰写 那为什么同志团里对燕海文也有一些意见呢 是针对燕海文教授这个部分呢 其实同学正的学生他们是提出燕海文教授 他曾经有说呢 圣经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课本 性别教育的课本 这样的说法他们是完全无法沟通 其实对教学伦理而言呢 教师是不应该影响学生的自主的意思 那在学术的伦理而言 他们是认为说呢 教师应该来尽力的推动呢 协助学校来排除政治宗教金钱 或是其他因素的不断干预 所以他们应该要这样子来维护学生的学术 自由专业自主跟教育的品质 不过或许有人会认为 其实对性别平等或对性别的看法 有各方不同的意见 包括是不是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他是不是主张同志的合法 或者是是不是认同同志婚姻也好 基本上来讲 他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组成 也有人会评出这种看法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些 包括反对同志的一些言论 对这些团体来讲 他其实是无法认同的呢 因为在场其实有两位的律师 他们也提出他们的见解 像是杜思维律师 他就是有说了 性别平等教育呢 是有许多像屏东国中 这样的义勇制的事件 就是这样性别遭受到歧视 跟性少数性弱失的孩子 他们不断的受苦而得来的 所以他说呢 性别平等教育法呢 其实明文是规范的 必须要有性别平等意识 这样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各级学校在聘任各级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的必要条件 也是必须含耐在这个里面 他说呢 他提到教育部的委员应该理所 当然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性别平等的意识 那以曾平杰教授的言论本身呢 他是造成这样的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现象 所以另外的李燕荣的律师他也是有提到说呢 性别平等教育是包含了性别认同 性倾向以及性别气质的平等 所以他也说上述的三位委员 其实并不了解这样的三个性别平等的一个真谛 也就是从同志团体性别团体的角度来看 这三位委员其实对所谓的性别平等的概念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对他们的这种对性别平等的看法 是有一些质疑 或者是也觉得他们有某种的这种所谓的对性 性别有一些先入为主 甚至认为是一种打压同志 或者是歧视同志的这些言论的表现 那当然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当中 的确是需要有更多的对性别意识 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更开放性的观点 更进步的观点 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性别平等委员会 那最后教育部的官员 如何去回应这个民间团体的 这种所谓的陈情跟抗议呢 是的 因为在记者会之后 由教育部的学生事务跟特殊教育司的科经卫科长 他是出面来接受民间团体的一个陈情 并且他是回应说教育部请听大家的意见 那会做到后续的了解跟处理 不过他希望大家对教育部要有信心 因为他说不要因为有几位委员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所以就认为说教育部不会对性别教育的推动来 可能会停下脚步这样的动作 他们觉得说不应该要这样子认为教育部这样的 比较歧视的意见 他保证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来发生 今天非常谢谢嘉峰来跟我们连线 来讨论这一次的有关于同志团体到教育部 去抗议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的 这个组成的一些议题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很期待我们的教育部 能够用更开放的心态 然后也更邀请一些对性别运动 从性别运动的角度 或者是更从一种性别平等的角度 来去参加这个委员会 那不私人的这些委员 真的我想进入到这个 所谓性别平等的委员会里面 恐怕对性别平等运动 或者是概念都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有时反而是更大的伤害 今天非常谢谢嘉峰 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一起聊 台湾社会运动的大海老师 谢谢嘉峰 谢谢 你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教师薪资激欠 相关抗议事件 交到长期欠薪的勇达高峰教职员 1月21号与高等教育产业工会 前往教育部抗议 要求教育部介入保障教职员 公工作权与学生受教权 高峰从2009年开始欠薪 去年5月开始 教职员每月仅得1万元薪资 而永达基欠薪资更已超过1亿 校方在教育部尚未核准的情况下 以裁剪系所为由 要求教师自行办理资钱与退休 工会表示 去年9月教育部承诺 一个月内解决基欠薪资问题 如今承诺跳票 老师与工会在教育部前进做抗议 要求部长蒋伟宁亲自出面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性别平等相关议题 21号上午 教育部召开第五届与第六届性别平等委员传承会议前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 雄学会等同志团体与学生团体来到教育部 谴责教育部请鬼开药单 他们批评中正大学财经法律系教授曾品杰 曾多次发表歧视同志言论 竟然还有资格被教育部认定为 性别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痛批 当法规明白定定 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应涵盖同志教育 但我们的教育却倒行逆施 找来反对同志教育的委员 根本无法期待性别教育能秉持专业 推行良善的性别平等教育政策 最后是麦聊六亲公害影响 巡回说明会相关内容 明大大学教授黄元和表示 他本身是台湾牛醋村人 父亲当初就是大力支持六亲来云林设厂的人 因为希望孩子能够回来工作 但父亲后来却罹患癌症 而他姐姐也在同一个月内因癌症过世 詹教授指出 每天都有从海上直接吹往麦聊的西风 同时每天还有两次海陆风交汇 气流混乱 也有风力不大或无风的时候 但他认为 无论风往哪里吹 都一定会先经过麦聊 他更呼吁 沉默就是纵容 人间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恶行 而是受害者保持沉默 现在乡亲再不站出来 等到子孙都长大了以后 可能更不会有人站出来 因为到那时 家乡已经没有人了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